我们的看法认为是跌倒造成奴隶出血肯定比较高 但是如果心理肯定也有可能的话 第一就是他可能去离开第一的暴凶 然后死亡 第三就是他会是尸斑 尸斑会比较暗纸色 我们正常是暗红色 我怀疑因为他说那个 意识的水还在滴 所以表示说他有可能要去洗衣服 刚才口疼起来要去洗衣服 有人吃点凌 他喝水也不奇怪 他就要把口骨穿上去 不小心口骨穿上去拔一刀 他手忙口水不不及是土一刀 他拔弄一个口骨穿上去 他拔弄一个口骨穿上去死亡可能性非常高 你说绝对 因为我们人会死 向上年轻人只有两个 这个是头部外伤 拔弄一个口骨穿上去 或者送翁都有可能 再来去洗衣服 所以你要推测 洗衣就是当场的那个状况 我们的看法认为是跌倒造成 弩猎出血的肯定比较高 但是如果心理肯定也有可能的话 没错 第一就是说他可能去离开 第一的暴凶 然后死亡 第三就是 他的这个湿斑 我们知道他的湿斑 湿斑会比较暗紫色 我们正常是暗红色 而且一般的湿斑只有在背后 就是在地心银那一边 如果他如果倒了 他就在这里 也会在这里 不会在上面 如果在死者的湿斑 也会涌到上面来 这个就是心理肯定 这几点我们的判断当然都有可能 一般来说 湿将就是身体开始僵硬 因为身体内的ATP的问题 它会造成肌肉的紧痕 所以会点起 最多的最开始就是这个下额 会让它先转起来 三点转 这个关节大小的电器 硬了七小时 小指头也硬了十个小时以上 全身将硬一天 到第二天 隔了一天 第三天的时候就开始暖下来 所以这个人如果全身已经软了 不是刚死就是死了三天 因为我们一般摸的家庭 都是摸到这个骨头 就大了 所以想就吸八点 如果连这个指头也硬了 就吸十一点 所以在十一点发现 不是十一点死 就是半个三点死 火鼻出血 那是一种尸体死亡 这早期现象 火鼻胜血是因为 我们人死了以后 我们的胃壁没有胃义来把握 所以经过了十个小时左右 它就会溶解胃壁 就是胃酸那里的 要溶解胃壁 它就会产生出血 它就出血了出来 我们看到最年纪的心理肝赛是22岁 所以不是没有 只是很少见 而且家里有这个病史 就是说 他们有老心 准备过心的这种 如果没有心理肝赛 一般就是吃那么多 他这个情形是不一样 因为心理肝赛既有一个重病 就是他都会这样 他都会不懂 他就会这样 很累 就会准备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他死的地方都在义缸里面 很少已经洗完澡 或是刚要洗澡 在义缸的外面死亡 为什么 心理肝赛很少见 因为你来进入义缸里面 你才开始抖水 抖水要再产生心理肝赛 所以这是不一样 我大概在这三十几年来 快四十年 因为这个大庭 死在意识里面 因为跌倒的时候造成死亡 大概每年最多两天 最多有四天 所以你就知道我这样 一天就来找五十天 四十天有 连我的同学都这样 都发生了 我很会不知道 他还是我们早上 六点钟要找他去打告五球 他起来洗澡又慌慌张张的 他就在意识里面 就滑倒了 他就跌倒撞到头 还好没有死掉 他后来救起来 但是我认为 为什么会这样跟你说 在意识发生问题 只有三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喝酒 酒醉 还要洗澡 还要把他打倒 第二点就是 吃的都要睡不着 就想要把他打倒 想要把他打倒 想要把他打倒 迷糊不清 就把他打倒 其中的已经很累了 回来就睡觉就好 他就想说 洗澡需要再打倒 就把他打倒 这三种人 一旦跌倒 都没有保护自己的措施 就是说一半的 还要用酒去洗 还要拉 去洗澡 去洗澡 都要把他打倒 你知道这两个厨 倒的时候 你身体的重量 大概70公斤 只要对不对 再加上一个速度 大概最少200公斤 你孩子喝酒吃了不大 然后就是你孩子会比较小心 我上次在邦哥 在一高西早 那个回照 他说还好正常 可是他刚刚又回照 就放在地上 他一踩到 他一跌倒 想着就站起来 没有关系 如果你有 刚刚讲的那三种状况 酒醉 资拉美亚 很累 这都有可能 不管年纪 我们就 当然说 很滑 一定要做 弄一个止滑垫 一定要换一个那个东西 而且意思里面 如果年纪大的人 在意思里面 一定要那个八十 耳朵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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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点太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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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